Blu Reflection D 嘿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要來開箱的是 Blu Reflection D 這一款遊戲其實算是光榮旗下的一款RPG的遊戲 那我有稍微看了一下簡介 就是這個人物角色設計的這一位作家 其實呢他本身也有設計的蠻多 炼金素式工坊的這些角色 所以呢應該對這個系列會比較喜歡的朋友 對這款遊戲應該就會更加期待 典藏版的部分其實裡面含的蠻多東西的 所以我們就快速來開箱帶大家看一下 真的蠻大一箱的啦 聽說好像還有一個書包在裡面 好我們直接把它 就這樣子全部的東西好像都直接丟在書包裡面了 先把它拿出來好了 好 蠻多東西的欸 OK那包包的部分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前面造型這邊有一個小小的logo一個印花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 這應該是類似像衛生紙面紙之類的 這邊有個夾層可以使用 那裡面的話它的隔層呢是這樣子 前面有一個比較大的隔層可以來收納東西 後面這裡呢也有兩個隔層可以收東西 然後啊它這樣子的設計喔 我在想這邊應該是類似掛鑰匙或者是掛一些吊飾的地方 所以應該就很簡單的一個 尼龍防波水的包包 接著還有一個這個小吊式的部分 它有前面一個後面一個 再來有一個這個是筆記本嗎 這看起來好可愛的樣子喔 這個很像那種會畫小插畫小插圖的那種好不好 在上面的感覺 那應該是筆記本之類的吧 我自己在猜啦 喔我猜錯了 結果裡面呢是一些人物介紹的部分 這個的話就比較像模擬那種彩色筆啦 還是麥克筆就畫出來的感覺 其實整本的質感我覺得算是不錯耶 再來這個應該是浴巾的部分 看一下到底長怎麼樣呢 哎呀 清涼的浴巾 看起來就有點香香的味道 從背面就已經聞到香香的味道了 再來就是遊戲的部分 這個該不會就是一般那個特別版的外盒吧 這個外盒的話也是設計的不錯啦 其實從它的封面可以感受到 這款遊戲呢應該是比萊莎再香一點點 裡面的話打開來有一個 愛秧專用服裝的萊莎Style 那我把需要遮一下 這邊有附一張這個 遊戲的話呢在TV模式 平板模式掌機模式 都是只有支援到自己一個人 另外它也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卡夾呢一樣是日版的卡夾 然後裡面還有附上一張這個 貓兒的法庫 一樣是下載序號 背面的話也還有一個 聖夏比基尼的序號 然後這個CD的封面其實也畫得很像那種 手繪的有沒有 其實它整個都很像那種手繪風格 真的非常棒 下面這邊還有 這個等於是人物的卡片 繪製 然後背面這裡也是很可愛 它都用一些手繪風格的東西 最後這邊還有一個 應該是類似掛畫的東西吧 Reflection D 它是一張掛畫的部分 一樣跟這個封面的人物是一樣的 好啦那看完點長版開箱之後呢 相信大家應該都有聞到那個 香香的味道喔 就是隔著螢幕就可以聞得到 那接著我們就來進入遊戲裡面 實際的體驗看看 到底這款遊戲呢 除了香香的以外 還有什麼樣令人驚人的發現吧 OK 那麼今天的遊戲中呢 撲皮而來的香味呢 就整個正正展開喔 是說這樣子的遊戲呢 在人物的設計上 也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人物呢 會帶給我們一個很直觀的感受 好好地去體驗完整個遊戲劇情的流程 至少應該也會花幾十個小時喔 盯著這些角色們看 所以呢 舒適的視覺體驗啊 就真的非常重要 那人物的設計呢 是由岸田梅爾當綱 這位繪師呢 所設計過的角色作品啊 有數款的煉金速式遊戲 還有三款Blue Reflection的 幻舞少女之劍 就角色外觀上來看呢 都是比較青春洋溢 不會有強大的活力感 會有一種被帶回校園啊 想要談場戀愛的那種衝動 那故事的剛開始是主角 辛奇艾央呢 不知道為何來到了異世界 與三位失去記憶的夥伴呢 在這個校園中生活 神奇的是 他們的手上 全部都不約而同的 出現一個莫名的戒指 那釋放戒指的能力啊 就會出現每個人專屬的獨特武器 那當然在異世界當中啦 也會有許多的魔物喔 跟未知的劇情啦 就是要等待玩家自己來探索 那接下來的過程 就是為了要讓玩家帶領這個角色喔 闖上異世界找回記憶 找回回到原始世界的方法啦 那遊戲的劇情算是蠻吃重的 不過搭配聲優的對話跟清新的畫面啊 還算是蠻好咀嚼吞咽的 會建議剛開始的時候 直接按Y 讓劇情的對話自動去跑 這樣子在玩呢 可以蠻自然 跟隨他們講話的速度去融入劇情 語速不算快 但是聲優的配音就是專業 用說話的口氣呢 在表達情緒的力道啦 真的是沒話可講 雖然幾乎聽不太懂日文的文字在念些什麼 但是看著字幕搭配那些語氣的感覺啊 就可以更沉浸在遊戲當中 只是他們偶爾的對話 感覺會突破第四道牆 像是有些地形啊 要爬房子下面的細縫過去 啊當時呢我們是不能夠轉動視角的 就是會被固定在主角後方帶領著他慢慢爬過去 啊記得第一次爬完站起來啊 主角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們一直都在看他的屁股 還有一次呢是要去解任務 看到一群人呢七嘴八舌之後突然冒出一句 你不要以為像打電動那麼簡單啊 感覺呢也是突然把玩家拉到裡面去跟他們對話 又有點像是他們聊一聊的突然會轉頭跟我們說話的感覺 啊不只這些遊戲當中有人物呢 會一起對話搭一些劇情以外 他們的手機啊也在這個異世界當中 剩下一個社群軟體可以使用 劇情當中是說呢其他的app都不能用的 然後到這個世界啊就被強制下載這個可以用的app 他就有類似line的那種軟體喔 會在上面有一些群組對話啦私訊對話啦 跟一些很怪的對話 看起來應該是初期會買一些伏筆啦 玩家後期才會慢慢揭開秘密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機器人角色也會在這個軟體當中出現 他算是用一種比較特別的方式在帶著劇情轉動的角色 那我比較好奇還是每次掉到這個異世界的劇情啊 還是穿越時代到古代還未來的 這手機怎麼有辦法充電啊 每次打開這個app看到電量都是滿的 未免也太強了吧 那遊戲中其實還有設計的滿多方便於玩家體驗 減少跑圖浪費時間的一些小小設計 像是在app當中呢就可以看到跟其他角色的私訊 他可以知道說有沒有請求啦 可以去接生任務啦 或者是回報任務啦 這個請求有點類似支線小任務的感覺 解他算是還蠻有用的 因為可以取得每個角色喔 那個請求的角色他們的TP點數 TP點數的話則是可以去點一些天賦 像是要學些技能還是要增加攻擊防禦血量之類 都可以從這邊來提升 而目前為止這些請求看起來都不會太難 大多呢就是要完成去製作東西啦 或者是取得任務道具之類的 能接應該就結 因為除了升級這個遊戲喔 用了滿多提升角色能力的地方 那方便的設計呢還有一個 就是在學校中可以按L去開啟選單 從這邊可以直接傳送到學校每一個點 如果該地方有任務啊 他還會用圖形直接標出來 用這個的話就不用一直走來走去啦 會花很多時間喔 一直走在重複的地圖上面 而且有些角色啊 從跑的有時候會變成用走的 如果慢慢走還得花更多時間 包含學校周邊的開發啦 製造東西啊 變更服裝等等的 都可以從L鍵這邊來選 學校開發的部分呢 是可以收集素材去製作必要道具 只要有學到新的可以蓋的物件喔 建議就去做一下 因為開發學校周邊設施啊 也會提升角色的能力 而且他是以百分比的方式成長 代表玩家的角色等級越高 提升的幅度就越大 然後多個不同的物件完成後啊 他會有配到加成 所以能蓋就蓋 製作東西這一塊啦 倒是有點像是煉金術士的感覺 只是呢 他沒有用那個煉金乳在那邊 拉一拉才出現道具 這個就是差別而已 喔對啊那這個遊戲呢 是沒有武器的 也沒有其他裝備可以買還是可以做 所以提升能力的方式呢 就如同剛才所講的 要提升等級點天賦開發學校去完成 製造這邊可以做的東西呢 是不包含裝備的部分 可以做的東西還是一樣很多 像是補血啦加BUFF的道具啦 還是開發學校的素材喔 都要在這邊製作 那這也是讓遊戲中啊打魔物啊 或者是進到一些特殊地帶啊 收集素材的環節就變得更加重要 接著是服裝這一塊 呵呵 這個呢應該是不會影響到遊戲中角色能力的差別 但是會影響的就是玩家的視覺體驗差別喔 它裡面解到某些章節過後啦 會取到一些新的外觀 還有買遊戲的時候呢 可能也會附一些序號 可以取得不同的服裝 這些服裝呢算是玩家 大大的收藏要素之一吧 有冬季學生制服 夏季學生制服 泳裝 比基尼等各種服裝 而且啊換完服裝之後 除了角色在場景當中移動會有改變 就連對話的動畫也會改變 進入跟魔物對戰的環節呢也會改變 是個遲分徹底的改頭換面啊 啊以欣賞美的人事物來說呢 這些角色的比例五官真的都非常優質 那我想這應該也是吸引一部分玩家的主要原因 那戰鬥的部分 採用的是看起來像半回合制的方式在跑 它有個類似時間軸的東西在右下角 會依照角色跟敵人的速度來決定這個進攻順序 然後它的招式呢一樣會有屬性相剋 對上嗑到的魔物呢在旁邊會有個WICK標示起來 那如果有成功嗑到敵人的話 還可以把敵人的攻擊時間往後面推回去 啊多用這種弱點攻擊啦等於就是可以降低敵人的攻擊次數 我們的角色呢則是三人一個團隊 除了主角一定要我們自己控制以外 左右兩邊的角色可以用自動讓他們去攻擊 也可以用手動來操作 就算是調成自動攻擊呢 我看啦還是可以抓時機手動去操作一下 但是呢這邊網我有發現到 調自動攻擊好像角色有時候會準時發動進攻 有時候呢又會有慢個擊拍的感覺 雖然慢擊拍啦一樣可以手動接起來選擇初擊的方式喔 但是感覺還是怪怪的 啊不知道是遊戲的設計呢有問題 還是我沒有發現到這個關鍵的改變部分 角色在經過多個回合的攻擊之後 有個等級呢也會慢慢提升 越提升招式會越多可以選 提升到三級呢還會增加變身的能力 打路邊的小怪啦基本上都遇不到三級的變身 因為呢他們是每次戰鬥要重新累積的 回合數不夠的話啊就不會升到第三個等級 這個設計啦再打一些比較強的怪啊 或者是BOSS算是蠻有幫助的 因為回合數拖的越多角色的能力就會越強 等於是在戰術的搭配上也會有更多的變化 只要把續戰力呢拉好的話呢應該就會有機會過關 遊戲也是採用鳴雷御碟方式喔 加上主角有個探知能力啦 可以在野外暗壁用微蹲的方式前進 同時間呢也可以看到這個魔物的視覺方向 只要從後方呢給予攻擊啦 在戰鬥中就會以比較有力的方式開始 基本上每場能這樣做就盡量這樣做 因為我們的角色呢在野外進行戰鬥後啊 是不會恢復血量的 就算升級也一樣喔 血量還是會保持原本的狀態 只有吃道具或是回到校園才能夠恢復 如果想要探索到更深的位置啊 就要好好的保持續戰力 多做些補品多閃些魔物還是多從背後攻擊喔 都是蠻重要的續航方式 總而言之這一款遊戲呢 其實整個在畫面上來說 看起來是真的非常清新非常有趣 那在練功的部分呢 也算是有一種煉金術士的味道 所以如果是喜歡這系列的玩家 或者是喜歡玩RPG的玩家 想要培養這一群少女們呢 好好的脫離這個異世界的話啦 也可以來入手這一款遊戲 自己親自體驗看看啦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 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今天的YouTube頻道 追蹤我的IG跟FB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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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